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 独体字当中只有一个数的情况的结构规律 这里呢主要包含两种 第一种呢就是数的左边有笔画 这种字啊写的时候呢 我们的数尽量往右挪一点点 左边有笔画多 左边笔画多我们数就往右挪 第二种呢就是右边有笔画 数往左边挪 我们先看第一种 第一种啊数往右挪的情况 先看一个财人才的财 好这个字啊 这个字的数画呢 它的左边是有撇画的 右边呢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这个数画应该往右挪 以追求整个字的平衡度 左边长 横的左边长 右边短 那么第二种啊 这种呢还有例子啊 还有比如说有寸啊 一寸两寸的寸 还有什么 还有年 一年两年的年 我们先看看年的写法啊 好 好这个年 看一下 这个字啊 中间呢 它的只有这一个长数 左边呢 多了一个小短数 所以整个数 把往右挪 那么这种情况呢 这种就是数往左挪的情况呢 这种情况 我们举一个例子 一辅的一 树往左挪 然后撇起比高 那竖着 一辅的一 还有什么农 农 农民的农啊 多点 往左挪 树题的树 往左挪 好 像这种类型的字啊 都符合这种规律 另外还有一种呢 就是什么呢 如果说一个读数啊 单独的数 和横的一个组合的时候 我们尽量让横的左边长 右边短一点点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千 一千两千的千 一千两千的千 一般来说啊 很多数家说读数的话 是中数居中 居正 然后这个呢 我们也适合啊 当然 你看我们先写一个 写一个偏右一点的吧 我们中间居中的这个和规范子 没什么区别了 好 这个字和那个横是左边的长 右边短 这个字呢 勉强还能看 那么如果说我们写成这种啊 左边的短 右边的长 笔画是一样的写法 但是呢 这个字美观度上面就要差一些 然后呢 还有一些啊 就是 你们如果说看过很多 那个 那个书法分享的一些视频的话 那么像还有那个首点居正呀 还有中数对正呀 首点居正就是 比如像衣服的一 它中间这个点要居中 这种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中数对正 中数对正讲的就是呢 上面的数和下面的数尽量对正 比较典型的一个字 就是一个卡 卡片的卡 数 短横 长横 好 下面这个数呢 要与上面这个数对正 但是它不是一笔写下来的 它是两个笔画 垂落数 点 这个就是呢 中数对正的情况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